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劳基法修法引起社会争议,新政院主张修法是提供企业经营与劳工加班弹性以巩固中小企业发展,但有中研院学者提出数据散搏,在一例一修上路以前,中小企业已呈现萎缩,认为企业的困境与劳基法无太大关系,而是面对国内财团海外台上的竞争所导致。 根据商报报道,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林宗宏指出,台湾的经济结构已经改变,中小企业逐年衰退萎缩,且与政府要推动的弹性公实政策没有关系,即使推了也无法改善困境,反而可能还会再牺牲一个世代,导致恶性循环。 林宗宏比较历年统计数据发现,1996年的私营受雇者仅有58%,但在2016年底已经突破70%。 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则从5%,35%降至3%,59%自营作业者也从16%,96%减至11%,71%。 林宗宏表示,全世界多数国家都以中小企业为主力,这并非台湾独有现象。 他提到,1981年,在千大企业工作的人不到二成,有八成都在中小企业,而这个数字如今减少至六成,代表大企业的力量不断增加。 可能再过几年,台湾就会趋近欧美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劳动结构。 林宗宏说,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压力与劳基法有没有弹性无关,而是必须面对国内财团和海外台商的劲。 增压力强调政府若不针对结构性问题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就算修法成功,中小企业一样撑不了多久。 林宗宏建议,政府该做的是找出毛利较高的产业,以及支持中小企业转型,而不是用廉价的方式要弱势者牺牲。